福建是台胞重要主基地 今年来,越来越多的台胞选择在福建投资新业、创业就业 随着大陆系列汇集台胞政策措施的出台 给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台胞纷纷深耕大陆,构筑两岸共同家园 日前,记者来到福建厦门实地走访 茄子、黄瓜、番茄、苦瓜、辣椒 眼前一样样的瓜果蔬菜新鲜可口 在福建厦门同安闽台农业融合发展种子种苗产业园内 每个时节都有不同的蔬菜种苗巧兰生长 再被分批运送出去,栽种在更广阔的天地里 年雨五旬的曾明宝是该产业园核心企业百利种苗的技术总监 六年前,看好大陆的发展前景 他持续了台湾的高薪工作,来到大陆发展 吃饱以后要吃好,那台湾在这部分有很好的一个品种 但是台湾的市场毕竟还小 那对我一个学农业的人来讲 那我希望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一个平台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舞台 这样的一个舞台,还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对于农业的发展来讲 我个人是非常的乐观,而且非常的看好 经过几年的发展 百利种苗每年生长各类蔬菜、架结苗、食生苗等树椅株 一排排架纸上,整齐摆放着育苗箱 茂盛的小苗生机勃勃 这里的一株株主苗当体都是不同品种嫁接所得 我们嫁接的时候那个苗底下那个根是大陆的一个品种 上面这个品种是结穗是台湾的一个品种 那基本上这个苗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两岸的一个融合 那这样的一个品种又适应当地的气候又有好吃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容易,这个产品就很容易卖 在曾明宝看来,要通过两种加粮法加粮品 为农民提供优质主苗和先进技术 以此带动农民征收 在厦门,像曾明宝这样跨海而来 在大陆投身事业的台胞不在少数 见到李佩真时 他正在给前来参观的嘉宾们介绍着乡村治理的经验 李佩真是一名来自台湾的规划师 2014年,应厦门市海昌区民政局邀请 李佩真和台湾大学城乡发展基金会团队 来到海昌区青椒村 开始参与共同缔造的村居环境改造 八个月后,项目结束 团队回到台湾,李佩真留了下来 当时选择厦门,其中一个是因为距离近 然后再来明南的风俗习惯、饮食都非常一样 那我会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毫无适应的问题 那也因此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 我是第一时间就跟着我的单位一起过来了 作为大陆设立最早 面积最大台商投资区的厦门海昌区 2014年以来陆续聘任数十名台湾青年任社区主任助理 李佩真便是海昌区的首位台主 多年来,李佩真积极参与青椒村的乡村振兴工作 推动成立观塘果树合作社等 助力当地乡村振兴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改变 让他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原先 可能张王家的村庄现在因为环境提升之后 在外地工作的小孩本来是一个月回来一趟 现在是每周都回来 对于当地的这个父母亲来讲的话 这是最可贵的 那我听了也非常感动哦 因为这个环境的改变 它其实拉近的是人的距离 李佩真告诉记者 目前已有40多名台湾青年 深度参与海昌社区治理 乡村振兴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他也希望继续和村民一起 尽最大努力延续传承的传统守护乡愁 目前在海昌地区 其实发展了这个六年了 有一定的经验 那我很希望把这里的工作经验 未来可以辐射到不同的省份去 那特别是做农村的建设跟发展 希望把海昌的经验 然后做一个梳理 机制的梳理 跟操作方法的一个提升 然后可以复制到其他的省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